谢谢主播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点 在高崇市立民生医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医院的部分 已经进行了门禁的管制 那么要来进行出入的话 都必须要先量体温才可以 而各位市长韩国瑜 也在民生医院这里来视察 究竟如何建立防疫的SOP 带你来看现场状况 这位女性朋友就可以确定 是不是知道都改了 今天那个下午的时候 下午晚上如果说一旦确定 这个金巴黎工作这位女性的朋友 如果得到我们就正式进入市区 这个就全部由中央来认定 那我们现在是市政府这边 就是全力来准备 好不好 其实民生医院这边有什么需要 千万不用客气 市政府一定会全力来协助 好不好 要再一次拜托 要再一次拜托所有的医护人员 让大家宝贵的新年年假 真的请大家的全力投入工作 再一次感谢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民生医院 尤其是急诊室的部分 出入都已经进行管制了 而且进出的人员要求 要至少先量体温 确认没有发烧 才能够进入到院区里头 而现在在民生医院的部分 包括如何来检验 到底是不是出现了武汉肺炎的症状 以及一旦是有救护车 再送到疑似患者的话 要来如何进行消毒的工作 现在从市立医院开始 希望可以建立SOP 来确保这个防疫的工作 能够滴血不漏 好